我们都知道家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不是你想要投胎到谁的家里就能够如愿 但是如果有个家庭他们彼此之间的成员是因为犯罪而维系 成员之间都有不同的选择关系 你觉得这样的家庭还会有亲情这件事吗 今天要介绍这本书非常特别 书名叫做《小偷家族》 没错《小偷家族》也是知名的电影 他曾经是七十一届坎城影展金棕榈奖的得主 而这本小说正是拍摄《小偷家族》这部电影的日本知名导演 《视之欲合》他亲自撰写的小说 这本小说我读了之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 我很难想象一个家庭一家六口 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甚至用犯罪的方式作为他们家里维持生计的方法 或者说他们彼此之间的生存都是一种犯罪的结构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本故事一开始就提到 这个看似父子的两个人到超商里面去做一件事情 他们到这超级市场里面 父亲居然教小孩一个特殊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偷窃 他用偷窃的方式维持他们家的生计 而小男孩就在父亲的指导之下 顺利的在这个超市里面偷走东西要回到家里 在回家路上 他们看到一个挨饿受动的小女孩 这小女孩叫树里 结果这个父亲基于怜悯之情 就把这小女孩抱回家了 本来呢抱回家之后呢 就引起家里很大的一个反弹 他们觉得没事怎么抱走一个小女孩回到家里 那不就是绑架吗 没想到呢 这一家六口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关系 这小女孩呢 不说分明的 他就很习惯他们家里一个模式 即使呢在家里看似是太太也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呢 他又一直想把这小女孩送回去 可慢慢的他觉得小女孩也很可爱 就让他自己选择你要留在我们家还是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这小女孩当然就留在这一家六口里面 一家六口里面最大家长是一个老奶奶 他因为呢 前生死后而留下这个房子 这房子可是在东京的高楼大厦之间 一间非常破旧的平房 而这平房里面藏着很多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 他们对外也能够扬称是家属关系 可是他们又很怕外人发现他们的存在 所以在这故事里面充满非常多非常多的矛盾 一家六口看起来都是外人眼中的鲁瑟 这鲁瑟家庭之间却有一个绵绵力量 让他们家紧紧的关系能够亲密的连扯在一起 这连在一起的力量也形成小偷家族里面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个动容的地方 在这里面关键突然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 这六个人的关系从此之后 他们就要各奔东西 这里面有亲情的不舍 但是也有很多要成全彼此的那一种坚定的力量 小偷家族如果他们这些小偷 他们不过就是偷走了人人最需要的亲情 而这亲情也在这六位没有关系的家人身上 找到了彼此的依附关系 这本小说非常精彩 读了之后你一定会想想 你跟家人之间的力量 那种亲情那种维系 与其看自己的家族 来看这个小偷家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原来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故事 而小偷家族所展现的亲情力量 不只是一个电影创作的题材 我觉得更在你心中会产生一种无限的感动